决斗 召唤之巅 这个版本活动各位做了吗 感觉如何呢 作为一个以打牌为主题的活动 我想对于玩家来说 肯定是各有各的想法 大家好 这是提娃特地理 本期是对于版本活动的评价 首先剧情的演出是日常的类型 过程中充满笑料 葡萄八重心海散落稳定输出 我个人是不排斥这种有趣的日常的 不过最后这个结尾 感觉刀得有点刻意 属实是没有必要 而且最后这一段 之前的剧情铺垫也不太够 虽然PV依然是很精美 但是并没有代入感 我只能说 除非原神项目组 是在致敬某些开发者 不然最后这个结尾并不算成功 另外在剧情中我们可以得知 封丹角色下落地 因为报道了一些内幕 所以遭到了不公正的对待 怎么的 咱们到了封丹 是要走上纸牌物的剧情了吗 更多的批判 更多的斗争 更多对于公平正义观点的 针锋相对 那要真是这样还挺刺激的 然后我们说活动中的小游戏 第一个 珠景巡礼 其实给了我一些额外的惊喜和灵感 因为我发现 这种巡礼类型的小游戏 其实可以叠加很多有用的内容进去 比如通过这种巡礼 让玩家找到遗漏的宝箱 通过这种巡礼 带玩家去收集素材 像这种小游戏 完全可以成为大世界探索的一种补充 希望开发者能够脑洞大开 在未来大世界探索中 适当加入这种方式 帮助玩家解决一些探索培养上的困扰 第二个打牌就不说了 我个人其实并不反感打牌 但是因为它比较花时间 我就要特地的凑一个比较有闲心的时间去玩 我想这可能也是为什么 打牌不受到玩家欢迎的一部分原因 当代年轻人的时间比较碎片化 打牌这种杀时间的游戏内容 和当代年轻人的习惯有着微妙的差异 第三个是拼图 属于抑制游戏 我一向是比较喜欢的 包括之前版本活动中的各种一致游戏 轻度的动脑 轻度的成就感 属于人畜无害的小游戏了 最后一个是战斗类型的游戏 就是各种buff 原神活动中的战斗 总是会提供一些buff 让我感觉原神在收集一些数据 以后单独出一个肉鸽类型的战斗模式 那么在这种肉鸽的模式中 玩家就可以根据自己角色的特点 去选择buff 然后获得不错的游戏体验 这种体验也能区分于硬核的深渊 想一下隔壁的魔女宇宙和望雀之亭 其实很好地区分了硬核玩家和修行玩家 当然我不能说肉鸽模式一定会上 但这看起来确实是一个可行的方式 总的来说 本次的版本活动除了打牌受众人群小 剧情最终煽情略显刻意 其他活动内容和以往的表现也差不多 不亮眼 但也不能说很糟糕了 倒是很符合这段时间的热度 我想3.7版本的平淡表现 或许反而能凸显3.8暑期内容的欢乐吧 好的 那么这就是我对于本期版本活动的评价 不知道各位怎么看